讥论 我觉得竞技体育的魅力 不仅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的对抗 同时也是一个对于自我的挑战 平常的训练 会显得比较枯燥无聊 但是你真正战胜更强大的对手 然后站到最后的冠军舞台上的时候 那一刻的荣耀是属于你自己的 那一刻的骄傲你是无敌的 我觉得竞技运动最大的魅力就是 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我从小到大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运动员 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世界冠军 是体育带给我的一切 欢迎 欢迎 潘尔迪老师长得很漂亮 很大气 然后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个很严肃的人 但是我跟潘尔迪老师接触起来的话 其实潘尔迪老师内心是一个比较活泼 然后比较有趣的一位前辈 首先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然后除了台球以外 我还喜欢尝试不同的新鲜的一些事物 包括接触到电竞之后 也是很快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英雄联盟 2017年S7的这个总决赛当中 在鸟巢的举办 然后当时现场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非常的震撼 你说你一开始打了之后 你是跟朋友打 然后你是属于外热型选手 上手比较慢 你的朋友打得比较好 我上手的时候真的很吗 我的朋友打得比较好 我第一次见君泽的时候 我觉得他跟我印象中 其他运动员是一样的 全世界想要拿这个冠军的人非常多 而且大家肯定也都是有天赋的人 那大家如果付出同样的努力 你永远不可能在比赛当中 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先优势 所以你要比常人付出的更多 我觉得英雄联盟 这一类的电竞体育项目 更像排球 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 一个身体的冲撞 更多的是对于智力的比拼 和平常日常训练 和碰到一些在场上 一些想不到的状况 如何去迅速地让自己进入状态 然后取得领先 一开始我喜欢打电竞的时候 我爸还不理解 他就觉得你有这个时间 你多练环球不好吗 然后当我带他去感受了 这个电竞比赛现场之后 我爸说 现在电竞是发展得这么好啊 那是17年我第一次参加 赞鸟超局 半年军联盟的总决赛 完事就觉得现场的气氛 太正好了 其实S7取得成绩 对我来说 算是蛮不错的嘛 因为毕竟是我第一次参加 可能对于 对于我们来说 就比较遗憾一点嘛 因为那一年确实 就是更有机会取得 就是更好成绩嘛这样 当初选择走上 英雄联盟职业这条道路的时候 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吗 就是未来可能是一片迷茫 你既然选择这条道路 你如果中途不放弃的话 就等于你这段时间 全部白费的话 就只能一直走下去 把英雄联盟职业 那么多的选手嘛 其实能够被大家 所熟知的 并没有多少个 失败的例子 有点是比成功来的要多的话 告诉我们现身冠军 如果当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 就是左参眼英雄联盟职业 这条道路吧 因为我打英雄联盟职业的话 可能会后悔一段时间 但是我不打英雄联盟职业的话 我会后悔一辈子 因为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我们的体育总局也是在北京 所以这里的体育氛围会更加好 包括所有的这个参赛队伍的日常集训 也都是会在北京 而且很多的大赛会落户到中国的首选地 也是这里 你是中国北京 欢迎来到2017英雄联盟职织 欢迎来到2019年英雄联盟联赛夏季赛 这里是在北京的京东Gaming主场 为你带来今天的京城得比 京东Gaming将会在此的主场影战 RNG战 再见 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粉丝 可以关注到电竞 关注台球 关注我们的体育所有的项目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 参加这次元氄的诸位活动 然后像我之前都是以选招的身份 然后去参加这个国际赛事 所以说能够就是在退役后 也能为LPL出一分力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次活动不单单是为了给S9 LPL战队加油助威 更是想通过电竞 把中国的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 这次能来到这里 为LPL的队伍加油助威 然后感受也是挺多的 就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些赛场上 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也有压力地去打 争取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虽然我今年就是没有办法出征 世界赛了嘛 然后也希望能够代表LPL三支队伍 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 能打出自己的风格 然后呢 就是尽量能够取得大家想要的成绩 然后再为我们赛区争夺一个冠军奖杯 LPL加油 对于电竞来讲 我觉得近几年在国内也好 在世界也好 发展的都非常的迅速 特别是国内目前越来越多的大赛都开始举办 我们也都可以感受到电竞带给我们的活力和热情 也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选手 能够在电竞的这个平台取得优异的成绩 然后为主国争光 然后让这项体育运动看起来更有观赏性 我们的食材 我们的食材 感谢观看